证悟 佛性 实相实修 学佛修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观想 实际上一个人除了眼睛可以看 他的内心也可以观 较自观 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心 可以看到自己内心的思维和想法 观想必须要理路明白 就是说一定要明白佛法的正道 你经常想的某一件事情 你觉得它是对的 如果你天天这么想 那么你就熟悉了这件事情 在观想当中 除了佛理明白之外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叫观静数息 观就是看注意 静就是境界 数息就是记书这个呼吸 就是说你已经能够很有境界的想到 比方说你经常想到 我以后要超脱六道 那么超脱六道的这个道 你就会非常熟悉 所以你才会没有造望欲俗之心 因为你非常熟悉这条道路 你知道到某个地方去 开车需要多长时间 你很专注 全神贯注 那么你就不会急躁了 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们坐飞机旅行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们 到达目的地飞机要飞行多长时间 你们可能会觉得坐的时间很长 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们 要坐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你们心中有底了 那么你们坐在飞机上可能就不会急躁 你们现在学佛了 懂得超脱六道是一条非常漫长崎岖的道路 你可能就不会很急躁 你就会天天坚持 好好地修心 如果你不知道 这条路会走多长时间 可能你就会很急躁 这叫造望 因为烦躁之后 你的这个造望欲俗之心就开始了 为什么老板还不给我升迁呢 为什么我还没有到达呢 所以你的心就会不坚定 你的愿力就会不坚固 你就会离开实相 实相就是实实在在正在进行某件事情的实相 实相是很重要的 实实在在地看到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用实相来念佛 来学佛 来拜佛 你就是达到了妙形 你才能成佛 妙形是什么 你能解决现实问题就是妙形 很多人念了很久的佛经 学了很久的佛法 天天还是烦恼 天天还是痛苦 他就是没有妙形 那么行为上能够解决 你的烦恼就叫妙形 所以实相念佛 自信真佛 如果你是实实在在学佛的人 你自己的本性流露就是真佛出来了 如果你们天天真的很善良 很愿意帮助别人 那你是不是像菩萨一样慈悲 你内心的真佛是不是出来了 你是不是再不愿意跟别人去争斗 去吵闹了 天天跟别人去争斗 去吵闹 其实这个不是实相 因为你看到的是虚假之相 修心的修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修自会引出另外一个自证 佛法界经常讲正武 正武是很重要的 正就是正德 因为我验证了 我得到了 然后悟性就出来了 对于学佛人来说 想正武也是非常的难 只有实证妙形 才能正武佛性 很多人学佛的时候 是学得非常坚定 非常开心 但是当他们真正碰到难题的时候 就不知道怎么样用佛法 去解决实际问题 想一想 学佛要学到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 也能够放下 你说难不难 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 毕业之后 不知道怎样去把大学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 为什么你去某个公司应聘的时候 公司会要你提供工作经验证明呢 就是说工作经验很重要 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很难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学佛除了修 修学之外 还要证验证 怎么样去验证呢 你们学佛念经后 觉得念经很灵验 哎呀 我一念经后 就梦见菩萨了 我一念经 身体就好多了 这就叫正悟 正悟很难 但是正悟是有方法的 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自己 关照自己 关照自己什么呢 就是关照自己 心中的观世音菩萨 心中常住 有观世音菩萨 你就能够经常这样 关照自己的内心人 实际上就是亲正 你心中有佛 你就会亲自证得佛性 而不是听别人说的 要想亲正佛性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法经济 我们都知道一门经济 一法经济就是说 我今天学什么法门 我就经济什么法门 这就是一法经济 举个例子 很多家庭的妻子 什么菜都会烧 可是什么菜都烧不好 她会缝补衣服吗 会 她会做包子吗 也会一点点 缝衣 做饭 都会一点点 最后 十八般武艺 样样稀松 同样 要想正悟 就要一法经济 师父跟你们讲 如果一法经济的话 有烦恼 马上就会断除 人的烦恼 是不断的 天天有烦恼 如果你有智慧 烦恼一出来 你马上就能用智慧 把烦恼断掉 断烦恼 是由潜入深的 一个烦恼来了 先是一点点的断 断到后来 越断越深 不管什么烦恼 都能断掉 那么 你这个人 就是拥有深层次 断除烦恼的能量 很多人 碰到麻烦事情了 就会说 无所谓 没有关系的 我会想通的 这是浅层次的断烦恼 深层次的断烦恼 是什么 当一件不好的事情 发生了 你要在自己的 深层意识当中想到 只要是人 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 都会发生 这个事情 会过去的 那么 你就是在深层次上 已经断掉了 这个烦恼 高层次的断烦恼是 在深层意识上 只知道有这件事 想过就放下了 你就是在深层次的断烦恼 你就是在深层次的断烦恼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